没有说是所谓的我要感谢你的说法,但是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把政府的服务当作恩情的,他服务了我们要感谢,他不服务我们也无可奈何。 那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其实当年大概在三四年以前吧,当时汪洋还在广东执政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番话,他说必须破除人民信徒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当时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网上有人说这其实只是讲了一个常识,但是有人说这是要坚立党和人民的关系,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应该是恩人和被恩赐的那些人的关系。 如果你说不是这样一种关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颠覆。其实啊,要说的话,早在一百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吧,在晚清维新,戊戌维新的时候,当时连皇帝都还没有废除,是吧,但是当时的维新派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要,虽然我们现在有皇帝,但是这个要臣民向皇帝谢恩,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为什么呢?他说,那个谭词彤呢,说,君爷者为民办事者也,臣爷者处办民事者也,处岁之取于民,所以没办民事之之之也,如此而事由不办,事不办而义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何有谢恩之说乎。 这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为什么需要皇帝呢?皇帝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为什么需要大臣呢?大臣是帮助皇帝为老百姓办事的。 为了他们可以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已经出了钱了,是吧,也就是说,老百姓纳的付税,其实就是雇他们来给我们办事的。 那我出钱雇了你,你还事前还办得不好,办得不好,那我就另外雇别人,是吧,这是天下不通,你也哪有说,我出钱雇了你,我还要让你谢恩的道理呢? 是吧,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而且也不是现在中国人才知道的,是吧,早在这个晚清中国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是吧,甚至当时连辛亥革命都还没有。 甚至中国还是,啊,还是大清朝,是吧,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是吧,已经觉得,已经是这样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说的和做的有非常之大的差距,是吧,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这个政府是需要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的,但是老实说,即使在西方,这个政府提供的责任到底,范围有多大,也是有争议的。 是吧,大家知道现在有些西方国家,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号称是福利国家,它对政府责任的要求非常之高,是吧,像瑞典号称是从摇篮到坟墓,政府都必须负责。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瑞典虽然是个高福利国家,但是你从来也没有听过哪个瑞典人对这个福利会感恩歹格的,是吧,瑞典人享受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但是你从来没听说过瑞典人讲什么,吃水不忘,马井人时刻感谢谁谁谁,是吧,翻身不忘谁谁谁,幸福感谢谁谁谁,是吧,这个,这个,这个,啊, 从来没有这种言论的,道理很简单,提供这个东西是我要求你提供的,是吧,我要求你提供,你不提供了我就认换人了,是吧,所以你提供是应该的,你不提供,我就对你进行问责,是吧,但是,像瑞典,呃,这种,对国家的那个责任范围搞得那么大,呃,在现在社会有很多人是不赞成的,是吧,比方说,呃,我们知道西方,呃, 他那个,呃,有所谓的右派,有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般不诚,不赞成,那个国家的责任那么大,是吧,因为你国家责任太大,你就要授予国家很大的权利,是吧,授予国家的权利很多,那么有些人认为那老百姓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是吧,呃,比如说如果在经济上讲,你要政府提供高福利,你就要给他高税收,是吧,那么很多人就觉得 啊,交那么多的税,我不愿,我宁可,呃,不要政府干那么多,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是有争议的,那么政府到底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呢,是吧,一般来讲西方的左派都认为政府承担的责任应该多一点,是吧,包括从药乱到坟墓,那么西方的右派就认为,政府的责任应该尽量的少,是吧,呃, 呃,他们认为甚至教育啊,卫生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的是,是吧,呃,让老百姓自己解决,是吧,这个政府应该承担最基本的责任,那么最基本的责任包括什么呢,起码有几点我觉得是没有正义的,第一国防,是吧,你即使再自由放任,你也不可能主张,就是国家连国防都不管的,是吧, 第二就是,那个,呃,维持自安,是吧,政府要办警察,是吧,这个是再自由放任的国家,也不可能,说社会自安,呃,都没有人管,是吧,第三,就是处理紧急事态,是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救灾,是吧,这个也是再自由放任的,再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也从来不会主张政府, 可以不救灾,是吧,也就是说,救灾这个事情呢,是所有的政府责任中最没有争议的,政府应该不应该办学校,应该不应该办医院,是吧,应该不应该管养老,这些都是有争议的,是吧,很多人讲,这都是可以用,那个,公民志愿的办法来解决的,是吧,但是唯独救灾,从来也没有说,从来也没有人说,救灾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政府可以不管, 是吧,因此如果说,政府有公共服务责任,而这个公共服务责任的边界到底有多大,那么,救灾这个责任是,没有争议的,是吧,你可以说,政府可以,不管教育,不管卫生,不管养老,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政府可以不管救灾,也就是说,在这种最细,如果说,我们大家知道,如果这个事情是你必须做的事, 那我们就不需要感谢你,那么如果这个事情是你可不做的,但是你又做了,那么我们兴许就需要感谢你了,是吧,假如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做也无可非议,但是你还是做了,那当然你就是一种,是吧,用我们的说法叫做奉献了,是吧,那我们当然应该感谢你,你扮演了一个慈善家的角色,是吧, 可是救灾是不是一种慈善行为呢,对于政府来讲,当然不是,是吧,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对政府的责任范围搞得比较大还是搞得比较小,救灾是最基本的责任,也就是说政府做的一切事情中,我们最没有理由感谢的就是救灾,是吧, 但是全家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有一个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吧,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关于灾难的新闻中,你都看不到老百姓对政府救灾感恩宰德的,但是你经常看到老百姓对政府救灾不利的批评,可是在中国是从来没有的,在中国一旦有灾难,你就会看到老百姓的感恩宰德, 但是看不到关于救灾责任的那个,那个问责,是吧,有些,这有些案例是,中国和其他地方,我不能说中国了,就是比如说内地和其他地方都发生了同样的事,那么这一点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是吧,比方说,2009年,是吧,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啊, 当时这个,呃,有一个超强台风,呃,这个这个,这个,滑过了海峡两岸,是吧,呃,这个繁亚比台风在2009年9月登陆台风,呃,登陆,呃,台湾,是吧,它登陆台湾的时候是一个超强台风,它的风力当时是达到了最高级的,是吧,呃,熟悉气象的人可能都知道,对于那个,呃,热带的, 呃,这种,呃,这种风暴,是吧,一般都有几个等级嘛,最强的就是超强台风,下面是强台风,然后是台风,然后是热带风暴,最下一级就是热带低压,是吧,那么在,它在,这个, 这个台湾比台风在台湾登陆的时候是超强台风,在高雄的那个,港山水门站,当时观察到的24小时降雨量达到892毫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大家知道两年以后,北京发生了一场721暴雨,是吧,大家知道北京那一天的雨量是400多毫米,呃, 这里讲的北京那一天的雨量实际上指的是黄山县大山里头的雨量,在市里头只有200多毫米,是吧,但是那一场大雨在北京死了80个人,是吧,那么死了80个人,政府当时组织了一大堆的感恩宣传,就是让大家感恩说,哎呀,政府救治得利,救灾得利,所以只死了80个,是吧,结果使得老本人很愤怒, 说下那么一场雨,死了80个人,怎么得了,是吧,然后,呃,政府就不断解释说那场雨下的实在太大,是吧,你看那个下了,呃,400毫米,那是60年以来最大的,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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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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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指责说政府那个救灾不利 而且当时就有人说 说这个台风过境的那天 高雄市长睡了个午觉 是吧 哇 这下子引爆了舆论 大家都骂他骂得不得了 然后那个市政府就说 其实不是的 你们误解了 那天中午市长在开救灾会议 是吧 而且还公布了视频 是吧 说他们正在开会的视频 但是这个 这老美兴不依不饶 说那开会以后呢 是吧 然后他们又公布了一个 一点钟的视频 说这个市长在干什么 干什么 那这些人又问两点钟呢 是吧 然后说 当时那个市政府的秘书长 他曾经讲过 他说这个政 他说市长又不是通缉犯 是吧 他说他 跑到哪里 是吧 老本人有必要 每时每刻都盯着吗 是吧 他对这个市长在哪里 这个问题 延烧多日 感到非常不解 但是你不解也没办法 是吧 因为有反对党 因为有老百姓的 因为有传媒 是吧 他就定着你不放 是吧 最后到了三点钟在哪里 他公布了一个视频 是一辆汽车在大雨中开 是吧 然后他说 市长坐这个车去救灾去了 是吧 然后那个 老本人又说 不对 说这个 这个车 这个牌号模模糊糊 我们看不清楚牌号 不知道是不是市长的车 是吧 最后这个市长被逼得没有办法 只好说 他说 三点钟到五点钟 我在市政府 我在我的官邸 休息了一下 哇 这下子不得了 你骑齿大辱 是吧 说你竟敢休息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得了呢 是吧 然后骂着他一塌糊涂 是吧 然后这个市长 是吧 就多次的率领 市府团队在那里 鞠躬道歉 是吧 这个市长在 在电视上 就哭了三次 是吧 这个 而且这个市长在今后 此后的几天呢 他不断视察灾区 视察灾区 当然都是要发钱的 是吧 发钱那些灾民 一边拿着钱 一边还骂他 是吧 说你这样 这个这个算什么市长啊 是吧 你还睡觉 是吧 说这个这个这个 你还竞选啥 我们不会从你的票的 是吧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呃 当时啊 我们都报道了这些事 是吧 因为别人的洋相 我们从来都都乐于报道的 是吧 但是 但是这个台工是不长眼的 是吧 紧接着这个凡亚比台工 就滑到了我们这边 是吧 这个凡亚比台工 在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 已经变成热带空暴 在 它是在广东 福建交界的地方登陆 登陆的时候 已经降低为 热带低压 低气压 是吧 可是它 可是它降低为低气压以后 因为下雨下得很大 广西的几个 广东的几个水库都 越低了 是吧 因此导致了很多人死亡 是吧 这一个低气压 在广东一个省就导致了136个人的死亡和失踪 大家要注意 它超强台风在台湾登陆只死了两个人 但是它变成低气压以后在我们这边登陆死了136个人 可是我们这边是一片感恩的声音 说哎呀 真是好啊 我们只死了136个 本来我们应该死掉136万的 是吧 但是由于政府救灾得力 是吧 只死了136个 真是恩仲如山啊 是吧 然后我们这里就呼天盖地地感谢政府 是吧 然后就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是吧 当时有很多那个报道啊 是吧 而且当时我们的那个 有关部门还专门召集过会议 发过通知 说我们的舆论宣传啊 要更积极地报道这个 报道这个基层组织的战斗堡的作用 武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让灾区群众更真切地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恩情 是吧 你看只死了136个 你们是不是该感谢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大的恩情 是吧 怎么没有死掉136万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头啊 的确是有很大的反差 以至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都被误导成这样 是吧 我们现在很多人从电视报道中就认为 国外的政府是不救灾的 只有我们的政府才是救灾的 是吧 因为你看 只有我们国家才有这个 老百姓感谢政府救灾的这种报道 而在国外根本没有 没有他们就认为 他们的政府是不救灾的 是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 但是我们也应该感到 毕竟我们现在改革30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在改革以前呢 这个现象就更奇怪 是吧 这里我要讲 现在我们的确是有些变化 是吧 在救灾这个问题上已经出现了问责的声音 是吧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 那个2012年的那个北京七二一暴雨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是吧 当时那个政府是准备组织 那个感恩宣传的 但是由于这个老百姓的问责 最后就把这个宣传给冲掉了 当时很多组织的这个 感恩报道就没有再登出来 是吧 结果就变成了政府不断的在写思 说这个雨实在太大 政府实在没办法 是吧 然后就变成了 那个网上的老百姓就不断的质疑 说雨真的有那么大吗 是吧 这个就变成了这样一种事 这样的事情呢 应该说是改革以后才可能出现 是吧 改革以前是不可能有的 是吧 那么改革以前 当然比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更 更厉害 是吧 最简单 最经典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个 1960年前后 是吧 1960年前后 我们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 是吧 现在通勤的一种说法是 饿死了几千万人 是吧 那么最多的一种说法是 饿死了三千万人 是吧 当然有人说只有一千多万 有人说饿死了不止三千万 是吧 最近有一些学者说 根本没这回事 是吧 说只是发生了几百万的营养性死亡 是吧 不是饿死 叫做营养性死亡 是吧 这是他们发明的一个词 是吧 但我们不管怎么说吧 总而言之 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的老百姓 从来没有问责的意思 是吧 而且那个时候的逻辑就是 只要你还没有死 你就得感谢黄恩 是吧 但是如果你死了 你也没什么可抱怨 如果你要抱怨 你就抱怨自然灾害 是吧 我们当时的说法说 那些人都是因为死于自然灾害 是吧 呃 当时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报道 就是我们这个年龄 乃至比我年龄更大的人 可能都不会忘记的 就是 六零年前后 呃 当时在中国的那个语论上 被吵得非常热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是吧 这件事情可能 讲的简单点 就是当时 呃 我们大家知道 呃 这个 我们这个改革前三十年啊 很多这个 呃 国家建设是靠无常争调老百姓的 呃 劳动力来干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和 呃 那个 传统王朝的姚毅是一样的 老百姓 呃 有责任为国家纳粮当差 是吧 纳粮就是出钱 呃 出粮 呃 就是出物资 当差 就是服劳役 是吧 就包括像秦始皇修长城啊 修迟道啊 修厄房工 始皇陵啊 那就是从 传国各地 呃 征召这些人去 我们 国家以前也是这样做的 呃 在搞这个公共建设 是吧 大家知道在那个 呃 大跃进的几年 是吧 抽调名利抽调了很多 是吧 当时在 那个 那个河南搞 那个三分侠工程 是吧 就抽调了很多劳工 其中在三门小水库的一个 附属公路 就是封南公路上 当时 集中了很多民工 呃 他们在政府办的工地食堂 吃饭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恶性中毒事件 是吧 呃 呃 有六十一个人生命垂危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啊 因为大家知道 既然是公路工地 那肯定是 呃 交通很不方便的 因为交 有交通就用不着修公路了 是吧 那么这个六十一个人 生命垂危 那么有关部门就 呃 派了飞机 空投了那个解毒药 是吧 这个事情呢 应该说 是政府在做了 他应该做的事 是吧 可是这个事情 这里我还要插一句 就是这个事情 当时发生的时候 那个当地的 员路县委 是吧 当地的政府 都是非常紧张的 他们很担心被问责 他们当时 首先就是封锁了工地 是吧 消息 防止消息外传 而且一直就是很害怕 就是禁止报道这个事 可是后来 在北京来一个新华社记者说 为什么不报道呢 你们可以搞感恩报道啊 他们恍然大悟说 我还是北京来的人 游水冰 是吧 一时就就就就开始报道 这个事 一报道就成了一桩 呃很大的恩情 是吧 说那个那个那个 政府救了这六十一个人 这六十一个人感恩 呃 斩德 是吧 呃 这个这个事情后来很快就变成 呃 新华社的长篇重信 后来就变成了 呃戏剧 呃报告文学 呃小说 电影 那个什么 呃 甚至编入了 呃 中小学的课本 是吧 我们那个时候 呃 那个课本里头都有这个东西的 是吧 我们都记得当时那个感恩的场面啊 非常之 呃 那个那个什么 是吧 当时有一个共同民工的老汉说啊 说咱们这些普通民工闹点病 中央就派飞机来救咱们 党和毛主席真是咱们的贴心人啊 他对他的儿子说 说我不是你的爹 毛主席才是你的爹 是吧 毛主席在北京 比咱老汉还关心我的儿子 小子 毛主席才是你的亲爹啊 是吧 像这样的这种 像这样的这种议论呢 其实我们觉得就非常奇怪 因为大家知道 这六十一个人 当然实事求是的讲 这六十一个人是被人下毒的 是吧 不是政府下的毒 是吧 这点是肯定的 是吧 这正如冯江女他老公修长成死在工地了 是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民间传说中 也没有说他是哪个人害死的 是吧 或者是秦始皇害死的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是死在工地了吗 死在工地是你把他争取的嘛 是吧 政府把这些人争掉了 他当然就对这些人有一种 是吧 不可吹泄的责任 这些人不是死在你家里 是吧 而且老师说 这现代社会中 即使是死在家里 这也是一个公共安全事件 是吧 这现代社会中 如果六十二个人在家里发生中毒 那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这是公共安全事件 是吧 政府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那都是没有什么可感性 是吧 何况这些人并不是死在家里 这些人是死在你政府 把他们争取 扶劳役的这个工地上 是 是在政府办的食堂里头 工地食堂里头 冻的毒 是吧 那你政府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 是吧 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一个企业中 员工出现了 这种事情 那么企业救治 不但是天经地义的 而且救治了以后 你还得赔偿的 是吧 这些人因为在你的企业里头 出现了工商 是吧 出现了这个意外 是吧 你救治不是你的什么恩情 而这个民工没有死 他照样可以向你索赔 是吧 我们现在知道 是吧 现在改革以后 关于这件事情的 那个很多 那个后续报道开始出来了 我们现在知道这61个人虽然都捡了一条命 但是后来很多人是落下了后遗症的 是吧 而且后来很多人死得很早 是吧 就是因为有些是眼睛瞎了 有些是那个什么什么了 是吧 因为这个事情后遗症还是很严重的 是吧 那么你政府把这些人 斟掉去 无偿 服劳役 是吧 结果在服劳役的过程中 除了这样一件事情 这些人大难不死捡了一条命 但是仍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是吧 那么你政府还能够以恩人自居吗 是吧 还能够 是吧 不要说 是吧 一点赔偿责任都不负 还要大家赶恩宰德 是吧 还说你是人家的亲爹 是吧 能这样说吗 是吧 老师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不要讲什么西方的意思 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意识 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吧 大家不知道我刚才讲的那个孟江宇修长城的故事 是吧 孟江宇她老公就是当时 呃 参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是吧 死在工地上的 而且这个传说也没有说 她是被人有意害死的 是吧 那就是在工地上什么 劳瑞啊 什么什么各种原因死了 那当然 是吧 孟江宇就把怨恨就 是吧 当然她就问责于 那个秦始皇 是吧 一个孟江宇就把长城给扑倒了 何况61个孟江宇 是吧 那么政府采取了一个措施 避免了61个孟江宇的出现 这件事情当然是指责 肯定的 可是这是恩情吗 当然不是 是吧 我们就应该感谢 但是她不做 我们也不能问责 是吧 变成这样的一种 一种现象 可是那个时候又有一同时的另外一种现象 那就是对于政府做的这个事情 我们都当做一种慈善行为 是吧 她做了 我们应该感谢 不做 我们也不能问责 可是我们对老百姓的慈善行为 往往又持一种问责的观念 是吧 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些年的那个灾难中 很多老百姓捐款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种语论呢 似乎认为老百姓捐款 尤其是富人的捐款 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是吧 她捐了 我们可以不感谢 她不捐 我们就可以慢着 采取所谓的逼捐 是吧 你为什么只捐那么一点 为什么不捐 是吧 为什么只捐那么一点 是吧 那么前几年呢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是吧 这个 有一个大企业 是吧 她捐了一笔钱 是吧 她那个经理捐了一笔钱 是吧 然后在网上就引起了 轩然大伯 那些人说 你这个企业有 几十亿的资产 为什么你只捐十几万 是吧 你简直是太不道德了 是吧 然后那个人就跑出来解释说 说 其实啊 这几十亿资产 不是我个人的 是股东的 是吧 说我捐款 只能用我个人的钱来捐 我不能用公司的钱来捐 是吧 如果用公司的钱来捐 我要开董事会的 因为公司的钱 不是我个人的钱嘛 是吧 但是老百姓不能接受 这个我们的舆论不能接受 还是说 是吧 你就是个大富翁 你就该捐 是吧 那个那个 你捐那么少 就是不行的 是吧 结果把他骂得 实在受不了 最后他就 一确就是没有开董事会 就拿公司的钱捐了一大笔 是吧 其实严格的说 他这个做法是违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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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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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的条例 是吧 他讲的这个话 其实我觉得是 没有错的 是吧 因为 企业的钱 不是你这个经理的钱 是吧 你要拿企业的钱来捐助 等于是你拿别人的钱来捐助 那你是应该 跟别人打一个招呼的 是吧 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 舆论压力很大 是吧 你不捐 那大家就把你给骂死了 是吧 那么这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在这个 救灾这个问题上 到底是谁 是吧 应该问责 谁 应该感谢 是吧 这个政府做的救灾 是一种慈善行为 我们应该感谢吗 还是老百姓的 是吧 这个 啊 圈住 是吧 是一种必须的责任 我们可以追问呢 是吧 这里啊 我觉得 当然这两者是 相反的 这讲的简单点是 我们雇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 他提供的是应该的 我们不需要感谢 但是他提供的不好 或者不提供 我们就要问责 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 是吧 老百姓必须尽的责任 就是纳税 是吧 当然老百姓纳税 也是政府能够提供服务的一个前提了 是吧 那么老百姓如果不纳税 那就应该问责 可是老百姓在纳税以后 再做的那些奉献 那就不是 属于他 可以追问的责任 而是他 自愿的 偏爱心 他做了 就应该感谢 他不做 我们也不能向他施加压力 是吧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而且我这里要讲 我刚才讲的这个简单的道理 和左右派之争无关 和你怎么看待富人 无关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假如我是一个左派 假如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假如我对社会平等 有很高的要求 假如我对贫富差异 有很大的反感 那么 我可以要求 从制度上改善二次分配 我可以 我可以要求 加强税收调节 提高 累进率 让富人 多交一点税 这个要求 我是可以提的 但是不管税高 还是税低 是吧 公民的法定责任 只能是纳税 而不是纳捐 是吧 这个 无论税多 还是税少 我觉得左右派的分歧 只是表现在这方面 富人需要交多少税 你可以说我有争论 我们有争论 是吧 我是一个左派 我认为贫富 差异太大不合理 我要对富人 多增税 是吧 你是主张 自由竞争 是吧 主张富人 不能纳那么多的税 是吧 否则就会影响投资 就会遏制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经济活力 是吧 这种争论 我们姑且不论 但是不管富人纳的税 应该是多还是少 富人和穷人 在这一点上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他毕竟的责任 那就是纳税 在纳税这个问题上 你是可以对他 进行问责的 是吧 纳了税 他并不是什么恩人 但是如果他不纳税 你就可以问责 是吧 甚至可以包括 问刑事责任 就可以 但是只要他交了税了 他的责任就尽造了 是吧 那么交了税以后 他在做慈善 是吧 无论穷人 还是富人 无论奉献的多 还是奉献的少 都是献爱心 是权力 而不是责任 是吧 是一种应该受到 预奖的善情 而不是一种 可以问责的 必为 对于这种奉献 他做了 我们就应该感谢 他不做 我们也不能强迫 是吧 我们是不能逼圈的 是吧 但是恰恰相反 公务员 政府的官员 不是慈善家 政府的官员 是我们 是吧 我们用税收养活的 而且我们养活 他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 让他们为我们提供服务的 政府也并不是一个慈善组织 他是国民出钱供养 专职为国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 是吧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连晚清王朝时代的为行派 都知道老百姓不需要感谢黄恩 我们现在已经是共和国了 据说共和国已经建立了 是吧 一百多年了 是吧 就是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 六十多年了 我们现在还有这种感谢黄恩的概念 我们难道不惭愧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 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一个 一个事 是吧 而且这里我要讲 如果我们把慈善 认为是一种 必须的责任 可以对慈善 可以对捐助 进行问责 那会导致一种什么后果呢 那就会导致慈善的变质 是吧 使得慈善这种 县爱性的活动 变成一种制度性的税收 那么这个结果 大家知道就是晚清以来 中国出现的一个成绩 叫做 科捐杂税 是吧 什么叫做科捐杂税呢 大家知道捐 在古汉语中就是自愿的一种 是吧 就这个词一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就是捐助捐献 是吧 如果是必须的 那就是税用 是吧 那就不是捐了 是吧 可是大家知道晚清以来 由于政府的财政困难 是吧 当然也由于当时不是一个 是吧 不是一个现代社会 而是一个专制社会 是吧 政府可以对老百姓进行强制 是吧 因此这个捐了 在清代就逐渐逐渐从自愿 就变成强制的 是吧 一开始 清代的捐 还都是自愿的 是吧 其中包括 现爱心的捐 也包括一种 实际上是交换行为的捐 是吧 大家知道 包括那个所谓的捐纳 是吧 但是到了晚清 由于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个捐就越来越变成是 你必须捐的 是吧 最后这个捐就变成了税底部分 到了民国时期 科捐杂税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是吧 那个时候捐是满天飞 但是大家不会认为 这反映的是中国人爱心的很多 而是反映了中国的政府恒征爆炼 是吧 就就就就就就 完全成了一种负面的东西 是吧 而这个捐助 是吧 而这个捐助已经完全实现了 这个已经完全失去了 这个慈善的本意 是吧 所以这两者是我们是一定要 一定要定义的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在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上 是吧 我们一定要强调 在近代 在近代国家 在近代社会中 是吧 这个公共服务的 基本责任主体是 政府 是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公民社会 或者公民自己 或者更简单的讲 老百姓 是吧 他就不能自己去做 这种工业活动 是吧 自己主动的去提供公共服务 是吧 那么尤其在 是吧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的地方 是吧 那么现在社会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 就是 公民的 自愿公益行为 在很多发达国家 都是非常活跃的 是吧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NTO 或者有的人 又叫做第三顾门 是吧 公民做这些事情 不是为了赚钱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非盈利组织 而公民做这个事情 又不是强迫的 不是政府搞的 所以我们又把它叫做 非政府组织 是吧 非政府就是NTO 非盈利就是NTO 其实这两者是一回事 是吧 那么 在现在中国的这个 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提供中啊 是吧 这两种现象也同时开始出现 但是我们现在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什么呢 那就是政府提供的这个公共服务 我刚才讲了 很多人理解为恩情 是吧 政府如果不提供 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他进行问责 可是老百姓自己做的这个事呢 是吧 政府认为 我又必须严格的控制 是吧 而且我可以笑 我可以是吧 禁止你去做 是吧 关于这件事啊 在我国的 对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中 是吧 比方说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 农民工子女上学这个问题上 是吧 大家知道 这个民工子弟上学 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老大男问题 是吧 以前是不允许他们上的 是吧 那么现在逐渐逐渐允许了 是吧 比如说 北京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嘛 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城市 深圳可能还不一样 因为深圳是个新城市 是吧 北京是个老城市 原来有很多公立学校 但是由于中国搞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所以义务教育阶段的生源是逐年减少 是吧 北京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是大量闲置的 是吧 因为原来政府办了很多学校 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就没有什么学生了 是吧 因此政府在前几年就说 民工可以上这些学校 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很请 而是如果再不让民工学校上 这些学校就要关张了 是吧 就根本没有人来上 是吧 但是即使 即使政府允许民工来上 还是有很多问题 是吧 第一就是当地学校要放收 还是要想方设把变相的向民工高收费 二是当地那个学校的那些老学 那原来的学生和原来的居民 反对奸乱民工子弟 认为会降低学校的数值啊什么什么 那我们现在有些市民还是有歧视农民工的 是吧 认为民工子弟来得多了 这个学校就会 就会不行 是吧 而且更重要的 还有那个区位的不变 今天就有一些别的办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工子弟 学校 是吧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一方面 是吧 对于政府提供的这些服务不足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问责 另一方面 老百姓自己做的这些事 政府又往往要取缔 是吧 大家知道 我们的大城市啊 往往对民工的子弟学校 一般都是打击和取缔的这个这个政策的 是吧 而且曾经引起过好多次的这个被报道的这个事件 是吧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呢 那么最近有一位搞民工子弟学校的朋友出了一本书 是吧 我在这个书的那个那个毁业上 他让我提几个推荐的话 是吧 我就提了这么几个字 是吧 也就是义务教育政府有责 民间办学公民有权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些民工 民工子弟 上学问题解决的不好 本来就是大家应该对政府进行问责的 结果你政府不但 是吧 没有给我们提供问责的渠道 你反过来 我们自己民间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吧 一些行为 你反而要制止 你有什么权利来制止的 是吧 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讲民工子弟学校条件不好 那当然是这样 这不仅我们知道民工家属 民工本身更知道 如果有好学校 谁愿意送自己的子女去上不好的学校 是吧 如果有达标的学校可上 哪个人会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不达标的学校 是吧 之所以 这些学校不达标 民工还是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上 无非就是因为达标的学校 没有 是吧 没有 那你就该骂 是吧 你现在还铁着眼去 是吧 你现在不但没有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而且你不做别人做了 你还要禁止 这怎么能行呢 是吧 因此 这话即使也是对一般公益的理解 是吧 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两个问题上 问题都还挺大 是吧 由于制度的排斥 民工子弟没有能够享受义务教育 是吧 政府在这方面没有 是吧 尽到责任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行问责 是吧 而政府到处取缔民办的子女学校 人民也 人们也没有办法献权 是吧 那么其他的公益领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是吧 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 我们怎么看待民间的公益的这个事 是吧 民间公益这个事啊 现在已经成了 这个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第三部门 是吧 这个第三部门这种现象啊 它原来是在发达国家兴起的 后来发展到不发达国家 我们大概是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后 这个NGONPO的这个概念就开始进入中国 是吧 那么中国也发展起来 是吧 我们把这种叫做第三部门 但是第三部门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吧 我们一直是没有一个非常之准确的解释 是吧 如果用我的解释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把一种行为提供的是公益产品 以前我们有些人又把它叫做公共物品 是吧 就是那个 public goods 是吧 或者提供的是 私人利益产品 是吧 就是一般我们可以拿回家 去自己享受的那种东西 是吧 就是那个 public goods 是吧 我们通过不同的行为 提供公共物品 和提供私人物品 是吧 而这个提供的手段 有 安全自愿的 自由的 也有 强制的 你必须做的 是吧 那么用这两个 坐标 我们可以 啊 啊 划分这么 分成这么几块 是吧 呃 这一边 是 呃 属于公共服务的行为 通常人们是通过政府去做的 而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呢 政府的资源来自税收 税收 是一种强制性的 啊 来源 是吧 也就是说老百姓交税 那不是资源的 是吧 不是说你想交就交 不想交就可以不交的 是吧 那么政府通过 老百姓授予他的权利 来征税 征税 用来提供公共服务 这就形成了一个第一部门 我们把它叫做政府 是吧 那么它是提供公共物品的 那么相反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私人物品 也就是你自己个人消费的这些东西 是吧 比如你 啊 吃的 用的 是吧 呃 这个这个 你的房子 等等 这些东西是属于私人物品 那么私人物品 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 是应该通过 自由的行为来获得的 讲的简单一点 是吧 那就是通过要素的交易 是吧 那就是你通过市场 是吧 你那个那个啊 打工赶紧赶钱 打工赶钱 或者投资赶钱 是吧 或者通过各种方式 从市场中 通过自愿的行为 或者你个人的需要 是吧 从直接的生活需要 一直到什么利润 是吧 那么用自愿的交易 来提供私人物品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二顿 是吧 可是现代社会的发展 呃 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私人物品 纯粹用自愿的方式提供 是吧 可能有不足 那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 这个问题 是吧 有些公共物品 由国家提供 也可能有一些不足 是吧 比方有人就提出 在西方有人就提出 第三顾门存在的原因是 民主国家的公共服务 它是适用于中卫原则的 也就是说 民主国家提供公共服务 是由多数决定的 是吧 多数选民决定政府 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可是有些特别弱势的群体 它不是公多数 是吧 比如说一些残疾人 是吧 如果你要靠投票 是吧 来使政府提供救助 那可能就不行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票数 是吧 甚至还有些人说 比如说那个 野生动物保护 珍惜动物保护 是吧 保护什么电金丝猴 那电金丝猴 它又不能投票 是吧 那你不可能让 他们去通过政府来 接受它 来提供保护资源 那怎么办呢 只能通过 那个志愿者 是吧 于是就出现了 第三种 就是我刚才讲的 是吧 用志愿的办法 也就是说 不是政府征税 而是老百姓通过义工 通过捐款 是吧 来提供公益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部门 是吧 第三部门 就它是非强制性的 非政府的行为而言 它就是NGO 是吧 就它是非市场的 非盈利的 一种行为而言 它就是NPO 是吧 那么这种行为啊 就成了 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第三部门 是吧 可是我们 通过我刚才画的这个格 大家会发现 除了我这里讲的 第一第二第三 你们 这左下角 不是还有一个象限吗 是吧 这个象限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这个象限的意思就是 通过强制手段 提供私人物品的象限 是吧 也就是说 它是通过强制行为的 但它提供的并不是公益 而是某些人的利益 是吧 那么这种现象 存在不存在呢 在现代社会中 是不可能存在 是吧 因为现代社会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则 那就是 现在的政府权利 是一种所谓的公共权利 这种公共权利 是老百姓授予的 它只能用于 为老百姓服务 而不能用于 为皇上服务 是吧 因此 这个公权利 不是 掌权者的财产 是吧 现在政府不是为了 给皇帝当管家 替他经营 加签下的 不是为了某个人 或者某群人的 私人利益 而是通过 民主程序 接受国民委托 为大家提供 公共体的 是吧 政府运用老百姓授予的权利 进行强制 当然 这一点是明确的 不管是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 征税都是强制行为 是吧 你不能说民主政府 征税就是自愿的 是吧 根本不可能的 是吧 在美国 你交税也是强制行为 是吧 如果你不交税 也构成违法的 是吧 只不过就是这个 征税的权利 有谁授予 是吧 如果是民主国家 征税的权利 来自老百姓的授予 是吧 如果是专制国家 那我打下了天下 我就有权利 让你给我交税 是吧 但是交税 都是强制的 是吧 那么这种 政府征税是强制的 是吧 福利国家不同于慈善组织 就在于它是靠强制 而不是靠自愿 来实现转移支付的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部门 是指政府 特指现代民主政府 通过强制机制 来提供公益 也就是说 现代民主政府的一个特征 就是 它的强制权力 只能用于提供公益 不能用于提供私益 是吧 收税 不是给皇帝养三公六院的 是吧 不是解决 那个皇帝的 是吧 三千加利 九重公使 是吧 万景林园 百里愿忧 是吧 不是来搞这个 是吧 就是来给老百姓 搞教育 是吧 搞卫生 搞养老 搞这些的 是吧 那么如果你收税 是给皇帝个人服务的 那就不用叫第一部门 是吧 反过来讲 现代社会 它的工艺 它的个人产品 是通过自由途径来解决的 是吧 现在社会 有企业 有市场 来解决这个 私人物品的供应问题 而现在企业 与不同的 与古代的经济体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它是一种自由契约的 结合体 不是强制的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现在企业不是龙奴制庄园 是吧 不是强迫进入的 不是不准退出的 是吧 那么因此 你可以说 是吧 现在的企业 或者说第二部门 它就是一种通过志愿 来提供 个人物品的 那个部门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说 假如说 越过了这两者 是吧 假如越过了这两者 如果我们用 自愿的办法来提供公众物品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三部门 可是如果我们用强制的手段 来提供私人物品呢 那就是所谓的 是吧 我刚才讲的这个没有名字的这个象限了 这个象限没有名字 那是因为当代的西方 当代的发达国家 已经没有了这个东西 是吧 在现代国家 公共权力只能用于提供公共物品 不能用于提供私人物品 是吧 也就是说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不是为皇上服务的 不是为权贵服务的 是吧 他当然就不能用于提供公私人物品 可是传统时代的官府就不是这样 是吧 传统时代的官府 我们知道 他是提供私人物品 是吧 大家知道都听说过一个故事 是吧 刘邦 他早年是一个有所好闲的二六字 是吧 不要说别人看不起他 连他爹都看不起他 是吧 经常指责他 他说老二你真不像话 是吧 他说你就不像你哥 你哥是个老老实实本分的庄家人 你看他种下了一份产业 你有什么 你啥都没有 是吧 结果后来他打下了天下 他把他老头子 他把他爹 迎到长安 很得意地对他老 他爹说了一句话 某只产业 属于众多 是吧 说你看 我这份产业怎么样 比我哥 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整个国家都成了他的产业 是吧 那既然整个国家都成了他的产业是家天下 他的权力当然不是为公共服务的 就是为他服务的 是吧 也就是说在前现代社会啊 我们看到的一种常见的现象是 是吧 这个政府权力往往是用于提供私人物品 尤其是为权贵 为掌权者 为统治者提供私人物品 是吧 反过来讲 当时的企业提供私人物品的企业 是吧 严格地说 那个时候是没有企业的 我们只能说是叫做经济体了 是吧 那个时候的经济组织又不是自由的 是强制性的 也就是说 是吧 私人物品 不必通过自愿 自由的形式提供 而所谓的政府权力 提供的又不是 不一定是公共物品 那么这就形成了我们讲的 下面的这个相线 也就是政体不分的传统专制体制 是吧 我们经常讲政体不分是我们改革的对象 说实在的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句话其实不是指的我们 这个这个改革以前的那个体制 可以说 古往听来的一切专制体制都具有这个特征 是吧 因为为什么是企业呢 企业就是生产 那个 个人物品的 是吧 那么为什么是政府呢 政府是用强制手段的 是吧 那么 你用强制手段去提供私人物品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政体不分 是吧 像我刚才讲的刘邦 那就是政体不分 是吧 这个国家 看起来好像是政府 但实际上又是他的一个 刘家的庄园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政体不分 是吧 政体不分 说实在是政治 这是社会现代化过程 需要解决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问题 是吧 而且也 我这里要讲 也不光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 要解决的问题 是吧 我们现在 这个改革和现代化过程 其实就是要消除这样一个 地势象限 是吧 这个地势象限是我发明的 这个名词 在西方是没有这个名词的 是吧 原因是因为在他们那里 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是吧 他们只要讲第一 第二部门 现在又来了个第三部门 但是我们是有 既不是第一 也不是第二 更不是第三的 另外一个部门的 是吧 那么这个部门 怎么变成这样一种状态呢 是吧 其实道理很简单 是吧 其实道理很简单 是吧 就是这个第四部门的这个领域啊 一方面通过公共部门的民主化 是吧 使得这个公共权力只能用于提供公共物品 而不能提供私人物品 是吧 他这样 他就变成了第一部门 是吧 就变成了只能用于 啊 为老百姓服务的 而不是为客船者服务的 是吧 这是一个民主化过程 另一方面 这个第四领域的这种企业功能 又逐渐排除了强制因素 变成了自由企业 是吧 也就是说 你不再是农奴制庄园了 是吧 不再是一种身份性的经济组织了 是吧 所谓身份性的经济组织 就是不是自由进入 自由退出的 而是你有哪种身份 就加入哪种组织 是吧 这种组织既不能加入 也不能退出 是吧 那么如果在市场化过程中 是吧 这些组织就逐渐变成了一种 自由契约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了第二部门 也就是说 私人利益只能通过 那个 那个 私人利益只能通过 自愿的手段 而不能通过强制的手段 是吧 来提供 那么这两个过程 完成以后 我们就有了第一部门 和第二部门 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 又各自有缺陷 是吧 关于这个缺陷 我就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是吧 为什么第一部门 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也还是有缺陷 为什么由企业来提供私人物品 也还是有缺陷 是吧 这两个缺陷 在现在的社会学理论中 分别把它们叫做 政府私灵 和市场私灵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有政府私灵 为什么会有市场私灵 是吧 这个说起来话长 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是吧 我这里只是要说 由于这两个私灵 于是就有了第三部门 是吧 于是就有了这个公民自己来组织 这个公共服务 是吧 自己来提供公益产品 是吧 不光是政府 是吧 那么总而言之 在不发达的状态下 强制手段可以用来提供私人利益 而不是提供公共利益 因此那个时候的专属 还没有成为现在的第一部门 而当时的私人物品 也可以通过强权 而不是通过自由交易来获取 因此那个时候的市场 也没有形成第二部门 这两者综合 恰恰就是我前面讲到的 就是历史相片 也就是那种 正体部分的传统专制体制 通过强制 提供私益的一致 而所谓的现代化过程 就是要消除这个历史部门 是吧 一方面通过民主化 使得强制体制 只能用于提供公共物品 加天下变成了中天下 从而形成第一部门 就是现在政府 另一方面 通过市场化进程 使得私人物品 只能通过自由交易来提供 是吧 从而形成第二部门 就是现在企业主义 只有在这两者产生以后 第三部门才能有真正的社会基础 那个时候第二部门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试图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是吧 这是发达国家第三部门产生的一个机制 可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 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发展阶段 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走出前现代的很多 是吧 那种就是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别人在18世纪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解决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现在也面临了一些 21世纪的问题 是吧 比如说环境污染啊 是吧 比如说这些 那个那个 那个后现代才有的一些问题 是吧 那么因此这个NGO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也 也有存在的空间 或者我们也有需求 但是这种条件下的NGO啊 就有了它的特点 是吧 在社会还没有形成规范的第一第二部门的时候 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是吧 这就是 是吧 我刚才讲的这个象限 是吧 这个第四象限 这个象限在第三部门理论中是没有人提到的 但是对于非现代国家来讲 它就是一个大问题 在不发达欠民主的条件下 官府强制机制并不是只能用于公义的 是吧 换句话讲 行政权力在传统专制条件下 往往成为私人利益 或者是吧 强势群体的提供者 而不是公共利益的提供者 同时那个时候的市场 缺乏契约自由公平交易的法治基础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吧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时候的第三部门啊 它要解决的就不光是政府失灵 和市场失灵 提出来的这些要求 更重要的是 它与现在政府和现代市场的建立 应该说是 是吧 应该说是统固的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我们国家当前的第三部门 它的发展 是和政治民主化 经济市场化 二类一体的过程 可是在西方不是这样 是吧 在西方第三部门运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运动 讲的简单一点 是在这些国家 他们对现在的政府治理 现在的市场经济 已经感到不满足 是吧 这两种部门 仍然有很多缺陷的情况下 提出来的 是吧 我们知道啊 第三部门运动在西方的兴起 它有很多源头 但是很重要的一种源头就是 是吧 大家知道第三部门运动 NGO NPO的积极参与者 在西方往往是属于左派 是吧 它在很多发达国家 他们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失败 独立国家式的社会民主体制 也积累了很多弊病 传统左派运动 陷入低潮以后 而作为主流现代性的 现实资本主义体系 又确实存在着很多毛病的情况下 是吧 第三部门运动不但出现 而且成为一种国际背景 是吧 现在有人说 它已经成为一种另类左派运动 是吧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认为第三部门 它是和第一第二部门 并行不悖的 是吧 它是在 在现在民主政府 或者说民主国家 和现在市场经济 存在的条件下 产生的一种 与这两者都不同的组织 但是这种组织 能不能被第一第二部门 构成挑战呢 甚至企图进行替代呢 是吧 绝大部分的人现在都认为 是吧 替代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挑战 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是吧 事实上啊 当代国际上的第三部门运动 是吧 在发展成了另类左派运动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是吧 一方面 它以所谓NGO的无国界的跨国行动 与 是吧 这个我们现在西方左派讲的 资本主义全球化 是吧 构成了一种对制 另一方面才有以 非常激烈的反对WTO机制 是吧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那个世界贸易组织 是吧 我们中国2001年加入的 是吧 那个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是吧 WB就是世界银行 是吧 总而言之 这个现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一些象征性能机构 是吧 大家知道 这十多年来的一个现象是 凡是这几个机构在哪一个国家开会 就马上会碰到 那个跨国的第三部门组织 那些NGO组织群体去 跑去抗议 是吧 从那个 那个新世纪初的 是吧 我们知道那个1999年的西亚图的那次抗议 是吧 一直到2006年的那个第五间阿雷克里港世界社会论坛 是吧 这些年呢 基本上 经常出现这种景观 是吧 一旦那个某个世界什么什么市场经济的论坛在哪里举行 马上就会有一大帮 那个那个非政府组织跑去那里 去搞抗议 是吧 那么这种抗议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后现代的抗议 是吧 他是在那个 现在的民主国家 现在的市场经济 构成的一种 构成的一种挑战 但是在中国才的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 是吧 我们知道在中国也举办过这种 这种活动 但是在中国举办这种活动是没有这种现象的 是吧 在中国举办一个比如说IPEC 举办一个什么什么 是吧 举办一个自由贸易论坛 打卧室论坛 你不需要担心一大帮非 而且尤其是外国的非政府组织 是吧 国际上的来自五国四海的那些左派跑到中国来抗议 这种现象是绝对没有的 为什么会没有呢 第一是我们这个体制根本就不允许 是吧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说实在的 即使允许 是吧 在中国NGO要扮演的主要也不是这种角色 是吧 因为在中国 是吧 他的那个社会发展 那个水平和他们还不是一回事的 是吧 那么在中国实际上严格的说 现在的第一第二部门本身发育就不完全 是吧 因此他的这个发展实际上是与 政治民主化 经济市场化是一种重复发展的现象 是吧 那么因此啊 他在中国就有了他的独特的含义 是吧 但是 他又说回来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发展国家 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第三部门主职 它本质上都是一种以志愿求公义的机制 是吧 这个志愿求公义 包括人力的志愿 就是义工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义工这个词啊 在翻译上是有错误的 现在在香港已经不用这个词了 他们开始用志工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用语中啊 对义务 这个概念是滥用的很厉害 什么叫义务呢 大家如果追寻词源就知道 义务就是强制 是吧 义务劳动就是强迫劳动 是吧 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的义务劳动的起源是什么呢 就是1918年苏联刚刚建立的时候的那个 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 是吧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故事 是吧 那个十月革命以后 呃 当时那名他们搞那个战事共产主义 就规定呃 当时的那个俄罗斯 呃那些人必须呃呃 每个每个礼拜 呃 无偿劳动一天 是吧 呃 呃是没有报酬的啊 是吧 那个苏联政府讲的很清楚 劳动义劳动义务制是和自由劳动对立的一种对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 大家可以读一读 呃形式编制起来 一切群众听指挥 当然也包括劳动也是听指挥的 那既然你劳动是听指挥的 那就是义务 是吧 而我们知道在最基本的词意上 义务和权力 就是反义词 是吧 大家可以看看词点 什么叫义务呢 义务就是你必须做的 不做不行的 那个东西叫义务 什么叫权力呢 权力就是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 那些事情就是你的权力 是吧 比方说纳税是我们的义务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我们是必须纳税的 是吧 呃不是你想纳就纳 不想纳就不纳的 可是 是吧 这个 慈善 捐助 那就是我们的权力 是吧 因此啊 如果你把这个慈善行为叫做义务 那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是吧 所以现在 呃香港很多地方啊 他就已经指出 说呃 呃自愿从事的这种公义活动啊 我们应该叫做 自愿工作 而不是叫做义务工作 也就是说是自工 而不是义工 是吧 大家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其实啊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在兵役问题上 是吧 我们都很清楚 所谓的义务兵役制 那就是说你当兵不是自愿的 是吧 就是这个义务兵役制 是真兵制 所谓的真兵 就是国家要你当兵 你必须当 服兵役 这和服劳役是同一个概念 就是你公民的义务 和纳税是一样的 是吧 当然 和平时期 国家一般来讲 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服兵役 呃 而且也不承担什么危险 而且服兵役还有一些照顾 所以现在我们感觉不到 义务兵役制的强制性 但是义务兵役制本质上 它是一种强制的 只要打仗 那就是强制的 是吧 讲得简单点 真兵不是招兵 是吧 真兵不是木兵 是吧 这个真兵不是你想当兵就当兵 不想当兵就不当兵的 是吧 真兵和真税是同样的道理 兵役和摇役也是同样的道理 是吧 那么这种兵就叫做义务兵 什么叫义务兵呢 你当兵和纳税一样 是你 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 也没有报酬的 是吧 因此义务兵是没有工资的 国家给义务兵的 那些一点钱不叫工资 叫什么呢 叫津贴 所谓津贴 那意思就是说 不是你的一种职业的回报 而只是你服劳役过程中的一些 是吧 比如说 给你吃饭 是吧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 现在军事制度又发展了第二种兵役制 那就是自愿当兵 是吧 我们国家现在也在 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趋势就是 自愿兵逐渐在取代义务兵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只要是义务兵 它服役的期限都很短 你不可能要求 人们一辈子去做那种 没有报酬的那种事 是吧 义务兵一般兵役 而且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短 是吧 越来越短就产生一个问题 现在的军人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 你那么短的根本你就不可能掌握这些技术 所以现在的一个趋势是 既然你要掌握很高的技术 你就不能服役期太短 那么你就只能是自愿 所以包括我们中国在内 现在逐渐都是自愿兵取代了义务兵 什么叫自愿兵呢 自愿兵就是一种工作 或者说是一种职业 是吧 没有兵役这个概念 也没有超级服役这个概念 是吧 这就是你的一碗饭了 是吧 那么你当了自愿兵 国家给你开的就不是津贴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工资 是吧 一般来讲自愿兵的工资都远远高于 义务兵的工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津贴的 就是这个道理 是吧 因此如果这些人做的是一种自愿工作 你就不能叫做义务劳动的 是吧 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 是搞得很糊涂的 是吧 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搞的义务劳动 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义务劳动 是吧 其实都是组织上安排你必须做的 是吧 那么真正现在是老百姓自己愿意做的 那就不能叫义务劳动 是吧 那就是所谓的自愿工作 是吧 就是所谓的那个自工 是吧 那么怎么言之吧 这个老百姓搞得在公益 他可以通过提供人力 就是自工 也可以通过提供物力 这就是捐助 但是不管是捐助还是自工 共同特征就是 它都是一种自愿性的 是吧 是你不能够用外部力量去问责的 当然你可以说你自己内心有一种道德自律 那是另外的问题 是吧 那么有些人说 这是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义不容辞的责任 严格的说不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责任 是吧 我们通常讲的责任是指可以通过外部进行问责的责任 是吧 就是说如果你不做 要受到追究的 如果没有人追究你 只是你的良心觉得过不去 那就严格的说 那就不能叫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了 是吧 但是实际上现在发展的第三部门 它往往存在着一种问题 就是第三部门现在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 但是自愿资源不足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如果完全没有报酬 你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力来干这些事的 是吧 而且如果完全靠我捐助 是吧 你能够增集的资源也很有限 是吧 根本干不成你想干的这些事 是吧 因此 现在的发达国家就出现了一种趋势 是吧 大家知道 福利国家危机 也是自七十年代以来 就经常 大家经常谈的问题 是吧 因此从八十年代以来 就有所谓的后福利国家模式的这种说法 是吧 后福利国家模式 有很多种类型 其中有一种 设想 就是由 就是由政府办公益 就是福利国家 是吧 所谓福利国家就是政府自己 用纳税人提供的钱 来办很多事 是吧 公立学校 公立医院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是吧 但是有人说 这种做法 有很多问题 是吧 于是 很多人提出应该变成是 政府支柱第三部门来办公益 是吧 因此你可以看到一种现象 很多发达国家 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 是吧 你这里只有一核之隔的香港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自由行都不止一次的去过香港 香港的NGO很多 可是你会发现香港的NGO啊 经常大量的接受政府的资助 不是所有的钱都是老百姓捐款的 是吧 包括香港的几个最大的NGO 是吧 Oxfone就是乐视会 是吧 宣民会 等等 他们就从政府那里拿了大量的钱 拿了这些钱去干什么呢 拿这些钱是去做慈善的 比如大家知道前些年 印度洋发生海啸 是吧 那么印度洋发生海啸 各方面去捐款 就派一同去救助 是吧 香港政府也出了一些钱 但是出的很少 香港出的钱绝大部分是宣民会和乐视会做的 包括出钱出人 但是宣民会和乐视会出的那些钱 完全是个人的捐款吗 不是的 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就专门为 这个印度洋海啸 专门给这两个第三部门组织 拨了一大笔款 让他们去做这事 是吧 也就是说这笔钱是政府给的 不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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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的募捐 如果完全募捐 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是吧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国家前几年的 是吧 2012年的那个汶川地震 是吧 汶川地震以后 美国第一时间 宣布政府给我们捐助50万美元 马上在中国引起一片的骂声 说你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只给我们这么一点钱 是吧 还有人说 在这之前两年美国发生过那个卡特里纳飓风事件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墙 用我们的话讲 叫做墙台风 对那个新奥尔良造成的那个危害 当时中国人也捐了款 是吧 我们中国还捐了五百万 是吧 你这个美国那么富 你怎么只捐了五十万 可是大家不知道 就在那个地震以后的五天之内 美国人也捐了美国人也捐了三千五百万美元 是吧 也就是这样 是吧 实际上现在的NGO在他们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以后啊 都有一个这个自愿资源不足的问题 自愿不足就都要靠国家的资助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美国人的关键中不希望政府管得太多 而欧洲就希望 尤其是瑞典 希望政府是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管 是吧 那么因此 美国的NGO 它的资源 资源 就比较多 但是比较多也只不过是三分之一 是吧 这个 三分之二的资源还是来自政府 而欧洲 因为它传统就有福利国家的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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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欧洲的NGO的资源啊 百分之八十是来自政府 如果像北欧瑞典这样的福利国家 甚至是百分之九十的资源 都来自政府 可是 这些资源来自政府 是吧 那么和政府直接办这些事情有什么区别呢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政府资助NGO 是老百姓要求政府承担的责任 但是老百姓没有授予政府 因此而管制NGO的权利 换句话讲 政府必须掏钱资助NGO 但是它不能控制NGO NGO拿了政府的钱 但是它仍然是非政府组织 它的独立性 不能因此受到影响 当然 事实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有争议的 是吧 比如说现在西方有些人就说 你既然拿了人家那么多钱 你说完全一点都不受影响 也不太可能 是吧 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的 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讲 是吧 政府资助NGO 和政府行为本身 完全不是一种事 是吧 也就是说 政府有责任 帮助 公民自己去做公益 但是政府没有权利 对公民自己的这种公益行为 进行控制 是吧 拿了政府的钱 它还是非政府 是吧 但是这里头啊 就涉及到我们很多中国人 都很不习惯的一个概念 是吧 比方说前些年啊 我们中国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是吧 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他就曾经发表过一番议论 他说啊 西方的NGO都是不独立的 什么非政府组织啊 假的 那都是政府的附庸 他的主要的理由 就是他们拿了政府的很多钱 是吧 他说你看 他们拿了政府的那么多钱 你能说他们还是非政府组织吗 他说真正的非政府组织 只有我们中国才有 因为我们中国政府是一毛不拔 绝不给他们钱的 是吧 他们不拿中国政府的钱 因此他们才是独立的 可是大家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说他这个话说对了一半 中国的确是不给他们钱 不但不给他们钱 而且甚至不允许他们存在 是吧 但是如果他们还存在 那么政府对他们的控制是很严格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但他们那里是 政府有责任资助 这个NTO 但是你没有权利去控制他们 可是我们这里正好相反 政府可以一毛不拔 但是我还是要把你管得实实 是吧 甚至我不但一毛不拔 要把你管得实实的 甚至老百姓给你的钱 我还要管 是吧 也就是说老百姓自愿的捐助 他还要把他纳入财政 是吧 至少有这样的一种趋势 是吧 我们现在 由于那个红十字会事件出来以后 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批评语论 就是那个 善反不能变成第三财政 是吧 当然我们现在有些人说 包括红十字会也否认 说没有这种现象 是吧 所谓第三财政就是 第一财政是税收 第二财政是卖地财政 第三财政就是 老百姓的捐款 是吧 被纳入第三财政 是吧 那么这里头啊 我觉得就是一种完全相反 而且 而且我们中国人 很多人都很难理解 是吧 我们中国人往往会觉得 政府一毛不拔 他都可以把你管得实实的 那如果是政府掏钱养的 他不就更可以管你 管得你实实的了吗 但是他就不能理解 是吧 他就不能理解 在那种体制下 就是有这样的现象 是吧 政府必须资助这些组织 但是政府又没有权利去管这些组织 是吧 那的确就是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就产生了 是吧 这就产生了两种体制 一种体制是 政府没有控制之权 但是有资助之责 还有一种体制 就是政府不资助 但是我还要控制 甚至把你自己募来的钱 我都还要 装到政府的口袋里 是吧 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 两种体制 但是由于我们很难理解 这两种体制 因此才有很多那种 莫名其妙的说法 是吧 比如说 最近东欧出现了很多事情 包括那个 乌克兰什么很多地方 是吧 我们把这种事情叫做颜色革命 是吧 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颜色革命都是西方挑动的 那么挑动的理由是什么 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西方 就是这些国家 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 往往都有些西方的NGO 给他们提供了资助 是吧 然后我们又说 这个NGO的钱是来自政府的 因此NGO对他们提供资助 就是政府给他们提供资助 那么政府给他们提供资助 就是西方政府在背后挑动这个事 是吧 关于这里啊 我不打算对颜色革命这个事情做评价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是吧 我只要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其实颜色革命不是一件事情 颜色革命是这些国家 发生的那种 对政府的反抗的 所有的这些行为的一个总称 颜色革命的发动者 各种各样 甚至有很多颜色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 是吧 包括前 比如说前几年的白俄罗斯的颜色革命 它的发动者就是白俄罗斯共产党 是吧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当时就说 共产党搞的这些事 只要你是对着政府的 也是西方的阴谋 是吧 如果把这个话搞成这个 那就有点太莫名其妙了 是吧 的确有些颜色革命是西方支持的 是吧 但是并不是全部都是这样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太复杂 我就不想展开 我这里要讲的只是一点 那就是NGO做的事情 不见得都是政府受益的 是吧 因为政府控制不了NGO 是吧 这个NGO支柱的一些事 哪怕这个NGO用的资源来自政府 它也同样是非政府行为 是吧 就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些救灾行为 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在他们看来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差不多的 是吧 就是你跑去印度洋救灾 跑去汶川救灾 这和跑去某一个国家 支持那个所谓的民主人权运动 是吧 在他们看来 这是差不多的事 是吧 但是这个事情政府不能干 那么民间就去干 是吧 至于干这个是不是对的 这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我们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满 是吧 不满可能也有它的理由 是吧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事情背后的这个机制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 是吧 那么 因此 这个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通过自愿提供NGO 公益的NGO 或者NBO 是吧 这个公民自愿公益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升华 但是它并不是国家推卸责任的理由 也就是说 虽然NGO发展起来了 但是公民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问责 应该说一点都不受影响 是吧 也不存在着政府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NGO的这样一种 一种现象 其实我们国家也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个 世纪之交啊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NGO 知名度也最高的 就是那个 我也曾经参与过的当时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资助希望工程的这个事 是吧 当时青机会是中国最有名的NGO了 募集了大量的钱去搞那个 义务教育阶段的那个希望小学 是吧 希望工程 当时我们都把它作为一个正面的事情来宣传 是吧 可是后来就发现越来越不对了 而且国外对这个事情有完全相反的解读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制定了义务教育法 这个义务教育法就规定 是吧 这个政府有责任给老百姓提供义务教育的 是吧 结果你政府不尽这个责任 你让民间社会捐钱去搞这个事 是吧 这是你的光彩吗 是吧 结果后来到了 那个那个0304年以后啊 有关方面就决定要 这个青机会要转型 是吧 不能再搞这个事了 是吧 因为这个事 嗯嗯嗯嗯 就就就就就 已经在国外会引起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 是吧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讲的就是 是吧 公民志愿公益 是公民权利的升华 但是这个升华 并不妨碍他们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问质 是吧 它是相反 政府的责任不是减少了 而是 加大 也就是说 你政府不但要提供公民 要求你提供的那些服务 是吧 而且你还必须帮助公民 自己办的公益 是吧 就是我刚才讲的所谓的后福利国家的那种那种体制 是吧 实际上啊 呃 NGO取代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做不到 在我们中国当然就更做不到 是吧 呃 前几年曾经有过一个会议啊 呃 提供了一组数字 说中国的我们的慈善资源总额大概是三百多亿 是吧 但是国家财政收入 大家知道 是吧 那都是几万几万亿的 是吧 而且我们国家财政现在名堂很多 是吧 大家都知道 许善达 呃 先生退休以后也讲 是吧 有所谓的小口径 大口径 全口径的说法 是吧 那么如果是全口径 应该就上十万亿了 是吧 那个你要三百亿的这个资源去 去去和这个十万亿的资源 呃 来相比 那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是吧 因此 这个三百亿的这个资源 其实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它的意义 不在于替政府分担公共服务的责任 而在于进一步的弘扬 公民的权利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权利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政府有责任帮助我们 这么做 是吧 但是政府不能剥夺 我们的权利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是吧 呃 即使在NPO高度发达和福利国家不如欧洲的美国 公共服务仍然是完全的政府责任 是吧 公民自愿公益并不是为了给政府推卸责任 也不可能取代政府的责任 称之相反 资助NPO 导入一成为政府的责任 有资助之责 没有控制之权 成为 现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一个典型的模式 是吧 也就是说 你必须帮助公民的志愿组织 是吧 那个 资源不足 是吧 你应该提供帮助 但是你不能以此为理由 来控制他们 是吧 他们还是公民的 自己的组织 政府不能轻易的 把他的权力 是吧 有边界的 有限的权力 任意扩展到这种 这种质重 是吧 那么我们也当然知道 除了这两者以外 是吧 就是由于这个 资源资源就不足 还有另外一个解决的渠道 那就是通过市场附近 是吧 因此现在有人指出啊 NGO说是非政府组织 但是实际上 他从政府那里拿到了很多资源 NPO说是非盈利组织 但是有很多非盈利组织 他也有盈利性 是吧 比如说很多那个西方的NPO 是吧 他由于他那个 完全资源的资源不足 他也会开展一些收费项目 是吧 而且参加这些组织的志工啊 有的他也不是完全无仇的 是吧 可能大家在深圳 比较了解香港 香港的 包括Oxfone 是吧 乐事会的那些职员 是吧 实际上都是拿工资的 是吧 他在香港 乐事会的那些 那些 那些人员啊 他拿的工资 在香港来说 不算是高工资 可是在 用大陆人的眼光看 那个工资 都是很高的 是吧 因此如果一个大陆人跑到香港去当那个志工 是吧 很多人会觉得那你就是高收入阶层了 是吧 也就是说 并不完全是资源的 如果你 如果一点报酬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有很多人去干这事的 是吧 毕竟人们都要吃饭嘛 是吧 就是要 就是 就是完全自愿的 你也不可能长期干 是吧 因此我们可以讲 现在这个NPO 这个第三部门 这个机制啊 它实际上是有来自市场和政府的资源 是吧 一方面 NPO不完全是不盈利的 NPO也不完全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 是吧 政府还是给了它很多资源的 是吧 但是 至少你要捐持两条 哪两条呢 就是你可以拿政府的钱 但是你不能听政府管 如果你听政府管了 那你就不是非政府 第二 你可以通过盈利途径 募集资源 但是这些资源 绝不可能用于分配 只能用于慈善 是吧 这是可以允许的 是吧 假如你通过商业性的运作 赚了很多钱 但是这个钱 是吧 不是你内户人 可以享用的 当然 所谓不是你内户人可以享用的 西方法治国家 往往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就是对于募集的资金 可以有一部分的运作成本的提成 是吧 就是你可以用这笔钱来 租办公室啊 是吧 给你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雇用的人员开工资啊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这是允许的 但是除此之外 你不能用这个东西来赚钱 是吧 你不能说我募了一笔钱 然后我们 我们把它分掉 那那就成丑闻了 是吧 而且老师说我后面就要提到非政府组织一旦有这样的行为 那要比是吧 那要比政府贪污要严重的多了 是吧 这个这个对善款的滥用和对税款的滥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 你可以从政府那里拿钱 但是你不能受政府管 你可以从市场上拿钱 但是你不能分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钱 不能用于提供个人 就所谓的私人物品 它只能用于公义 不能用于私益 而在这两者之外 无论多少 肯定要有 通过自愿资源来提供公义的这个成分 是吧 如果你完全没有自公 完全没有 这个自愿的资源 是吧 你完全不提供这个公共物品 那你当然也就不是第三部门 是吧 所以我这里要讲 如果一个完全的定义应该是这样讲 这个第三部门组织是通过自愿资源提供公义的组织 在这个前提下 它可以接受政府的资源 但是不受政府管制 它可以从市场上吸取资源 但是不能用于个人的盈利 是吧 或者说不能提供私人物品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现象啊 那就意味着在西方啊 NGO的公信力 这个第三部门的公信力 就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因为老实说 人性是有一些弱点 是吧 不仅政府有这个弱点 老百姓也有这个弱点 公民的这些组织也有弱点 是吧 因此对这个NGO组织 个人慈善行为 就是这个慈善基金 是吧 他们的资本运作 是吧 这个公开透明原则 是吧 在西方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凡是NGO 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政策界限 就是NGO是要免税的 是吧 如果你是企业就要交税 那么你既然享受到免税的这个优惠 那当然 你就必须在规则上 要对你有非常严格的限定 是吧 你是免税的 你同时又拿他的赚钱 那就拿他的赚钱还不要紧 你拿他的赚钱不是搞公益 这是拿了十分 那问题就大了 是吧 因此 这个第三顾门出现丑闻了 那也是常有的事 是吧 这就涉及到我们前些日子 发生的那种红石智慧的那种 新人媒体 这个现象其实不是中国才有 是吧 在国外也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这个第三顾门发生的危机 信任危机或者公信力危机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是吧 我们怎么看待捐助者权利和经办者责任 是吧 这个第三顾门是由公众捐助的 是吧 我刚才讲 不管是人力还是物力 反正是捐助的 是吧 自公和这个捐款 在这点上是一样的 是吧 我愿意为他奉献 是吧 奉献能力和奉献钱 都是奉献 是吧 那么我奉献了他以后 我有什么权利呢 是吧 我把这些东西奉献给 这个慈善机构 是吧 或者说这个NGO组织 让他来 办我想办的事 那么他又承担什么责任呢 是吧 这个捐献者权利和经办者责任 有人说 有点 类似于公民给国家纳税 要求国家提供公共物品 是吧 从功能上讲有点 类似 是吧 我们给国家纳税 要求国家给我们办事 是吧 那么我们给NGO捐款 是吧 希望NGO 祝我们希望 做点那些慈善行为 是吧 那么这两者从功能上 有点类似 但是规则是不一样 是吧 那么这个规则在哪里呢 是吧 总的来讲 就是 捐助人权利 要比纳税人权利 更有理由 更刚进化 是吧 违反这个东西的后果 也更严重 是吧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几个理由 第一 是因为慈善捐献的性质 就与纳税不同 我前面已经讲过 是吧 这个纳税是强制性的 而捐献是自愿的 是吧 因此纳税对于公民而言 首先是法定的责任 权利在逻辑上 只是责任的结果 是吧 而慈善首先就是一种权利 是吧 第二 纳税人与征税的政府 这里我要讲 严格的说啊 政府是没有权利征税的 是吧 能够征税 有权利征税的是议会 是吧 讲的简单 是老百姓通过议会 表达 我们一旦把这个权利委托给政府 政府就有了作为公权力 对我们纳税人的权力构成一定的限制 是吧 因此我们知道 比方说原则上 这个纳税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报告税款的用途 但是这是可以允许有例外的 是吧 比如说一些试涉国家机密的用途 在民主的政府 他也是可以不报告 是吧 用于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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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工作啊 那种涉及到国防机密的那种工作啊 民主政府他也是可以不向纳税人报告的 是吧 因为你已经把统治权利委托给了他 他对于你而言是统治者 是吧 他和你是有权利的边界的 是吧 他对于你是有权利的限制的 是吧 但是捐献者和经办人之间 纯粹只是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出去的并不是统治权利 不能对捐献者的权利构成限制 是吧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特殊约定 经办者是不能以四色经历为理由 拒绝捐助者的质疑的 是吧 这和纳税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 捐款只是国家的法定收入 税款只是国家的法定收入 而捐款是社会道德良心的体现 是吧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如果税款很多 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是吧 拥有一个红针暴脸的政府 并不令人羡慕 但是拥有一个人人热心公义 这个若以圈住的社会 是令人自豪的 而这反过来 就会使同一数量级的 善款滥用 要比税款滥用 带来的动物更严重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政府官员的贪污如果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那么同时自会如果有这种性质的行为的话 那就性质就更严重 是吧 政府部门的商业会造成公众力的准备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但是这不要你 因为在民主国家政府是可以换的 是吧 我不信任你 我就换掉你就是了 可是一旦公民的功德和公益心受到的挫伤 那就不能换 是吧 因此这个事情就变得比那个更严重 是吧 前者除了公益利益的损失 公共利益的损失以外 如果经办者具有政府背景 同样会损害 政府的公信力 讲的简单一点 红十字会我们都知道它是有政府背景的 因此红十字会除了事 实际上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了影响 可是更严重的可能是这个 更严重的是 无论经办者是政府背景还是民间背景 都会沉重的打击社会道德和良知 瓦解人们的公益心和社会的凝聚力 我们知道财富滥用了可以再创造 政府不行也可以另外选 当然是人家了 我们好像就不行 但是社会道德公益心和凝聚力的损害 是很难恢复的 因此这个对捐款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督 比税款的监督应该更严格 那么最后一个理由最重要 什么理由呢 那就是捐款和税款最根本的区别在于 税款是一种失对公的交纳 它形成的是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虽然理论上也是属于国民的 但是 这个国民当然也包括纳税者 但是并不仅仅是纳税者 是吧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税纳进去了以后 虽然这个税 是我们有权利知道它的去向的 但是我们一旦交纳了这个税 这个税已经不是我们的 这笔钱是传起国民的 不仅仅是纳税者 公共财富不属于官员 但是在民主制度下 官员也是从国民那里取得了授权 代行所有者权利 它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 把这些财富用于有关国民利益的广泛领域说 说的简单点 就是政府在税款的使用上 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是吧 纳税人可以质问 可以质疑 是吧 但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仍然是相当大 可是捐款就不一样 除了捐献者明确是捐给国库的那些钱以外 一般捐款的用途都限于捐献者指定的特殊对象 比如我这笔钱就是捐给汶川地震的灾云的 我这笔钱就是捐给野生动物保护的 你是没有自由裁量权的 是吧 你不能说我收了这笔钱以后 然后我用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 那是不行的 是吧 尽管实际操作中会有成本管理费用的扣除 但是这需要严格的限定或者约定 也就是说 讲得简单一点 捐款是属于私费私的证理 是吧 我把这笔钱捐给灾民 不是我捐给国库 而红十字会 它只是替我转手的一道 是吧 这个红十字会唯一的 要做的就是完成这道转手 是吧 甚至我们可以说 根据西方的 根据发达国家的一些规定 即使有一个人 他愿意把他的钱捐给国库 那么这也是把国家当作一个准法人来赠予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仍然是把国家当作一个私人 是吧 我仍然可以和国家 是吧 有特殊的那个规定 是吧 比如这笔钱 虽然我是捐给国库的 但是我希望这位国库用来做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这里头仍然是用于司法或者民法的规范 而不是公法的规范 是吧 会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 但是这种特殊的公益财政仍然不同于公共财政 是吧 讲的简单点 比方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民间的个人 任养孤儿 这会减轻国家的负担 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个个人的家庭 就被国有化了 是吧 就不等于 不等于这个人的家庭就成了国立的孤儿院 这完全是两回事 是吧 这个捐款不是公共财政 经办者也不具有所有者权利 人们向政府交纳付税 但是并不向经办者 交纳善款 经办者和慈善机构只是信托者 也就是受捐助的委托 受捐献者的委托 转交钱物给受住的人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中 常常有一个捐助人的意愿 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得到落实 是吧 经常有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诺贝尔 他捐了一笔钱给诺贝尔奖金基金会 当时规定可以资助这资助那 但是大家知道 诺贝尔当时的合同中并没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的那个奖项是逐渐增加的 原先的奖项都是自然科学的 而且是很少的几个自然科学 后来诺贝尔基金会又逐渐增加了一些奖项 这个奖项不在诺贝尔当时捐助的那个规定范围内 是吧 所以这个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啊 有人引进了一个拉古罗马时代的就有的一个概念 叫做Cypress Cypress的谈一句禁止原则 也就是说这个受贝托的人可以按照最大程度 近视于慈善和捐助者愿望的那个原则 对这个资助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扩充 是吧 也就是说诺贝尔那个捐款里头讲了 说我这个捐款是用于对人类利益有重大贡献的那些人 比如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这些人说这些人也是对人类利益有重大贡献的 只不过诺贝尔当时讲的什么什么 因为当时的那个情况嘛 他没有考虑到这些 那么因此也把它列入捐助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 即使在完全实现捐献者的意愿不可能不现实 或者不合法的情况下 可以按尽可能接近这一原则使用善款 但是 这一原则赋予经办者的灵活性 仍然是很有限不能与国家使用税款的自由度相比 因此编款只能专款专用 这就赋予了捐献者比纳税人更大的监督权和质疑权 那么总的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当公益财政与公共财政发生关系的时候 各国都通行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公益优先原则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当公益财政不够的时候 公共财政可以补充 我前面讲到 国家资助NGO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国家拿钱去给NGO救灾 这是可以的 把国家财政转为民间公益财政的事情很常见 但是把民间公益财政收归国家财政 那是非常越轨的违法性 不能倒过来做的 国家可以把钱投给那些自愿股值 但是国家不能拿自愿组织 莫得钱莫收进国库 这倒过来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当在提倡民间社会发出主动性的潮流下 不少国家都出现 把政府使用公共财政直接办公益的 国家政策 变为我刚才讲的后福利国家政策 也就是公共财政资助 公益财政 所以我们现在落实纳税人权利的制度条件 还需要日时 讲的简单一点 纳税人权利真正落实 需要比较严格的政治体制感觉 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 但是尊重捐献者权利 强化经办者责任 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而且是必须做到的 捐献者对经办者有监督质疑之权 经办者对捐献者有举证实疑之责 这在邦川大地震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 是吧 当时烟台发生过一次爱心捐款的风波 是吧 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对这个捐款使用批凸的质疑 是吧 那么近几年来持续发酵的 宫时智慧公信力风波 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是吧 我们可以说啊 如果我们连捐款人权利都不能得到尊重 那么纳税人权利就更是一个连影子都没有的事 是吧 我们现在如果要纳税人权利的落实 如果还是有困难 那么我们至少第一步要从捐助人权利做起 好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是不是都可以让大家提提的问题 对 但是今天我们我知道大家都非常急于提问 但是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安排了一个抽奖的一个环节 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把自己的问题写到这个词上 或者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 如果我们马上开展这个提问环节 我们先第一批来抽出几个奖品 第一个奖品是二等奖是这个石头环保带 大家都可以参与的 然后一等奖是两本秦辉老师亲自签名的他的这个工作功夫的底线 好我们先抽一 呃二等奖 开始 好停 呃二百九十九号和二百三十四号 大家记一下吧 好停 然后一共是有八个是吧 十个 呃 重新开始 停 停 停 好 是还有最后两个二等奖 或者是 您 二百二十七号和二百四十七号 接后两者一会可以到前面来允许一下这个环保带 下面我们抽取这个两本秦辉老师亲自签名的这个工夫 然后呃 开始 您 一百八十五号还有四十六号 一会到前面来允许这个秦辉老师亲自签名的这个两个呃两本座 然后后面我们还有这个八本八本秦辉老师亲自签名的书 在提问完成之后我们会继续抽奖这八本 单证八本有一个规则就是要求大家扫描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然后在里面回复你们这个领导的这个抽奖券他的这个序号 回复了之后只有这些参与的才能够参与后面八本的抽奖 好我们下面进入提问环节好吧 提问环节因为时间比较短三十秒一个问题让周中人提问好吧 好我们先第一台这一位 谢谢 请问老师你好这个 那么南方南方报业就算有一个著名的记者叫周晓云 他这几年呢一直在处于中国文字会 以及这个其他的公益组织上面做了这些事情 还有包括这个其他的民间的一些比如像片子浪 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在公益界的话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目前中国公益组组发展所在一个初始阶段 像周晓云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么一个严厉的一个记忆行为 是否否会损害中国公益组组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事情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 其实公众对于政府啊都有这样的权利 就是公众有质疑政府的 政府有举证时宜的责任 这个我要讲的一点就是 这个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和刑法相反的一个举证原则 是吧 我们知道刑事审判的一个原则就是 提告者举证是吧 你如果不能证明他有罪 那么他就是无罪的 可是这是 是吧 这是个人对于司法权利的一种关系 是吧 可是这个舆论监督啊 舆论监督是相反的 他是 老百姓对于权利或者说 对于公共人物 总而言之是被强势者 是吧 所以这种原则通常都是实行 倒置的原则 是吧 就是正 老百姓可以提出 对这个事情我有怀疑 是吧 我有怀疑 当然不是说怀疑就没有根据 怀疑就完全不需要有根据 是吧 怀疑是需要根据的 但这个根据啊 其实完全可以吐风作音 是吧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市长到底到哪里去了 是吧 老百姓是可以怀疑的 但是你政府要举证 是吧 政府如果不能举证 他当时在开会 那么他就有可能睡觉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老百姓不需要证明你睡觉 那么对于政府都有这样的权利 对慈善组织就更应该有 我刚才已经讲了 是吧 捐款人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享有比纳税人更严格的权利 是吧 如果说这个权利会影响我们公益组织的公信力的话 那最后当然是被质疑者 不是质疑者 而且老师说 在这个公信力竞争可以允许的条件下 它完全不会影响十三十业的开战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你没有公信力 但是有别人有公信力 是吧 我完全可以捐给别人 凭什么我只能捐给你啊 是吧 好了 我只能捐给你 你又把它贪污了 凭什么我还要捐给你呢 是吧 这个到底就那么简单了 是吧 所以说假如这个事情真的对慈善事业造成了什么损害 那么第一 那应该是被质疑者的不当行为造成的 第二 那就是它对慈善的垄断造成的 是吧 由于你的垄断 使得公信力竞争的机制不存在 是吧 你对公信力构成了垄断 是吧 那么当然 你就 是吧 导致这个慈善整个这个世界的公信力就受到损害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是没有这个问题 是吧 因为你做的不好 有别人做的好 是吧 但是你把别人如果杀了 那当然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是吧 周晓云做的完全对的 是吧 这个我们慈善如果产生问题 是吧 那个责任在其他方面 不再质疑者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边这一个人士 秦老师您好 听到秦老师的讲座 也明白了 这个公共税收体现的是一种宪政精神 但从税收 但从税法 在宪法 从税法在宪法上的渊源上来看 我我现行宪法 仅仅在第五十六条 有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 那 请直接提出问题 根本我会交给下一个提出问题 嗯 好好的 嗯 就是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 纳税的义务 嗯 但是并没有规定纳税的权利 对 就忽悦了 忽悦了纳税人的权利 嗯 那么我就想请教秦老师 介绍一下时间吧 我知道您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对 西方的宪法中啊也不见得就规定了这个东西 那很简单 是吧 因为本身政府要对公民负责 这当然就包含了这个纳税人 其实啊 据我所知啊 西方宪政发展的过程中啊 实际上他那个纳税人的权利 其实不是通过这种条文体现的 最早他是提 最早他是通过那个 选举人资格来提供的 是吧 简单一点 西方的民主 马克思说 那叫资产阶级民主 最早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西方的民主规定是 你必须是有财产的人才有投票权 为什么有财产的人才有投票权呢 因为有财产的人是要纳税的 是吧 那有财产的人需要纳税 他进了义务 所以他有权利 那你无产者 你是不纳税的 不纳税才就认为你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叫做 无代表不纳税 那么无代表不纳税 你能不能反过来讲 不纳税就不代表呢 是吧 无产阶级由于不纳税 所以他就没有代表 这就违反普选制的原则了 是吧 所以在后来的发展中 逐渐就突破了这个 变成是 所有的公民都有代表 不管你纳税 还是不纳税 是吧 但是我们知道 当初纳税人的权利 其实就是选举权 是吧 假的简单点 他是不需要另外规定的 是吧 我有权利纳税 不 我纳了税 我就有权利 权利 当然也有权利 不权利 如果你不合我的意 我就罢免你 不就完了吗 是吧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整个宪政原则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 是吧 如果这个原则被破坏了 实际上整个宪政的基础 是吧 是因为这整个宪政的基础不存在 是吧 并不是因为这个条目本身 是吧 当然为了落实纳税人权利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有具体的规定 是吧 但是纳税人权利 它的来源 并不是由税法来决定的 好 下一位 这位先生 谢谢陈老师 非常感谢陈老师 这个精道的虚述解读 公共公民支持 我有问题 第一 您更多举的是香港的例子 那么距离研究华人社会 比方说新加坡 台湾社会 他们在这个 这几个领域 他们做的减款是什么差异和特点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邓小平先生 对于捐款人这个相关的企业 有没有什么动数 谢谢 你讲第二个是什么 邓小平对 哇 这两个问题我好像都没办法回答 因为那个 我对那个香港 其实知道的就不是非常之多 对吧 我只是就我知道的而言 那个 台湾什么 我知道的就更少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没法回答 至于邓小平说了些什么 我的确是好像是 知道的不是很多 所以没办法 好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位先生 我提一个轻松的话题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夫人 不同的股价主席做法 她的股装一套又一套 那么她的股装位置从哪里来进来 谢谢 这个具体的财政问题我没法回答 当然理论上讲 我应该讲就是这个 所有的政府的那个公务开支 当然都必须对公民负责 是吧 这里我要讲 我们讲的对纳税人负责 其实啊 在近代的宪政原则中 已经有所变化 是吧 因为我们刚才讲 那个宪政最早的时候是讲的是 无代表不纳税 是吧 但是有人就提出这个原则 倒过来所以就变成是 不纳税 无代表 就是说只有纳税人才有这个权利 但实际上后来就已经突破了这个东西 是吧 也就是说不纳税也要有代表 因为道理很简单 不纳税并不等于不承担对国家的义务 是吧 无产者不纳税 但是他要服兵役 而且即使不服兵役 至少我接受国家管制的就是一种义务 我要受你管 那我就已经承担了义务了 是吧 我要受你管 我当然就有有权利 是吧 来过问这个管我的人到底干什么事 是吧 所以这个实际上 也还是符合这个权利义务的规则的 是吧 原则上讲小到 这个 这个 这些 具体的公共开支 大到那个 议会中的 那个国家的预算表决 是吧 都应该通过这个民主的机制得到授权 是吧 这个授权当然不一定是直接民主了 是吧 因为我刚才讲了 带一字就是解决这个授权的 那个那个麻烦的这个这个这个问题上的 好 我这边这个纸条上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他问这个像民间的这个艺人图书馆这个项目 是不是也是一个NGO 问一下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另外同时差不多相关的问题 他们说 现在中国NGO组织能不能接受这个国外的这个资金的制度 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我们国家的NGO发展会有些影响 嗯 头一个我觉得 因为才具体 你具体的讲哪一个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只要是 通过自愿资源来提供公共物品的 那就是NGO 或者说是NGO 当然这个自愿资源不足 可以来自市场 也可以来自政府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这里头的边界 至于这个接受外国的这个宣传 啊 关于中国 我不说 我不方便说什么 但是国际惯例是 这完全不成问题 是吧 但是 关于中国有什么具体的规定 这个规定是不是 有可商议之处 是吧 这个当然 大家可以去讨论 但是在国际上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好 我看这个时间 年纪很晚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好吧 好 呃 这位先生 那边 通常叫跨城狂闭 那 有一个 呃 关于货币 啊 货币 呃 是什么个情况 我觉得值得重视的原因就是 从去年那个陈水总 下面那个陈水总啊 他在行使他的政治权力的过程中遇到障碍 最后他 因为无知啊 自焚 然后就导致了就是 就是我认为的是这个爆谷 是反社会的一个行为 然后这样的类似的事情 从去年六月气泡 它发生以后 现在在我眼睛里面已经看到五起了 那我知道这个细节 因为我跟他是有个不同的身份 就叫做设法设诉公民信访人 那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呢 他那个制度规定啊 他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捕仇解决群众反应的法律 法律问题 思想情绪问题 思绪困难问题 就说如果这个各级领导干部 履行了宪法规定的职责 的话 他就不会去产生那种反社会 就是那我想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公民 我现在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如果他向领导反应了 领导还是不履行他的职责的话 他作为公民啊 从宪法的角度来讲 他有没有权利发行货币 就是说 其实这个借款就变成货币的性质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制度规定 本身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但是就是落实不下来 现在我就觉得这个 如果这一点观念 工作人员可以把这个 就我讲这个观念 能不能见到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觉得提问最好 如果是就某一个案例 很可能我没法 因为很具体的案例 我有时候不了解 但是原则 我刚才已经讲了 实际上就是 政府是有责任 和公民进行沟通的 是吧 至于某一个案例中 某一个人的行为如何如何 这个 涉及到一个 我的所知有限的问题 我只能是这简单的 提问最后一个问题 呃 这位女士错了 好 这个 这个 您是您的意思 不然 那你给我朋友感觉 嗯 我在想啊 这个财富是百分之八十的人 创造的 为什么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能享受 可以 中国改革了几十年 几十年 现在老百姓以前富裕了 为什么还会出现 受不起 磨不起 就完了 住不起 死不起 哈哈哈 谢谢 呃 这里头有两个问题 就是这个财富的所得 呃 是不是 合法 是吧 呃 这个里头涉及到 就是一个国家的 那个具体的法律规定了 是吧 呃 我想 百分之八十的人 创造的财富 百分之二十的人 享受 这个说法 呃 可能指的是 我的理解 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概念 可能指的是 社会分配的一些不公平 是吧 呃 因为如果你讲这两个数字 很可能会有人提出质疑 但我理解你讲的意思 是指这个 呃 对社会的不公平怎么看待 我觉得社会的不公平啊 呃 在那个 啊 在 它有形式不公平和实质不公平的所 呃 的区别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拿刀抢了你 那肯定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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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不公平的 是吧 那不管怎么说 就是我们应该 立即制止 但是有些行为 是属于实质不公平 讲的简单点 就是比如说 是两方的自由交易 是吧 马克思曾经讲过嘛 说这个 呃 雇佣劳动是一种 呃 自由的契约 但是这个自由的契约背后 形式的平等 背后有实质的不平等 马克思的意思是什么呢 照我的看法就是 呃 虽然他们是自由谈判 但是这个 这个奖价的实力是不一样的 是吧 呃 讲的多一点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资本比较稀缺 劳动比较过剩 是吧 讲的简单 那就在谈判的过程中 就是这个劳动没有奖价的条件 是吧 这个资本家有一句很不人道的话吧 叫做 三条腿的蛤蟆蓝找 两条腿的人有的死 是吧 你不来自有别人来 是吧 你就没办法给他提出 呃 讨价还价 这一点呢 我觉得实际上 不管是社会主义者 还是自由主义者 实际上都是承认的 是吧 只不过社会主义者 把这个东西 用了一个贬义词 叫做剥削 而自由主义者 没有用这个词 他们实际上叫做 谈判实力的不对等 是吧 但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是吧 我觉得一个 有两种解决方式 一个就是取消这种自由交易 是吧 由别人的安排 是吧 我要你去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是吧 这个自由交易取消了 就没有这种交易 不对等的问题 根本没交易了 是吧 那么但是这种做法 对不对呢 当然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就是 是吧 你和那个命令里的人 完全没有平等可言 而且不但没有实质的平等 连形式的平等都没有 是吧 你就变成他奴隶了 讲的简单一点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 是吧 通过明确划分群体全界的前提 是吧 在适当 范围内 通过再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税收福利制度 是吧 我觉得啊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对于形式也不合理的那些东西 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来彻底解决它 是吧 对于形式合理 但是实质不合理的 这些 这些 这些东西 是吧 我们当然 只能通过再分配的途径 来适当的加以解决 这是现在人类能够想象的到的 是吧 我觉得是最相对而言最合理的办法 好 我们今天呢 请大家稍安误到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一等奖会抽出 五本秦辉老师亲笔签名的这个著作 封图的底线 我们首先抽取的是这个二等奖 二十个南珠公众论坛定制的这个环保站 分别是二百二十一号 三百一八号 三百五十五号 二百一号 还有这个二百一十九号 二百九十一号 二百三十八号 二百五十九号 还有三十一号 三百六十号 二百零七号 二百零八号 还有二百九十号